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日 今天是星期一 星期一的晚上 這一節 是突發消息 這個事件 繼續跟劉鑾雄先生大柳有關 大柳早前 被網上 影片流傳著 拍攝到 在銅鑼灣 在銅鑼灣的 黃室堡廣場裏面 是跟途人 發生口角 當時 拍攝到劉鑾雄 破口大罵 大罵這個 在商場裏面的一個男子 當時引起這個網民熱烈討論 討論假如 你有機會 在街上遇到一個富豪 到底 你會跟他說甚麼呢 又 如果 你被他痛罵 在街上 你夠不夠膽還拖呢 當時有非常之多這樣的討論 但是現在隨著事件繼續發展下去 整個事件的焦點 變了去另外一個地方 最新的訊息 劉鑾雄 發了這個聲明 要澄清 當日 在黃室堡 逛街 跟前女友 呂麗君的事件 據說 在這個外界有大量的揣測 關於 是不是到底他跟這個呂麗君 要復合 這件事原本就是由富豪在街上 對普通人 破口大罵 一殺那奸 整個事件的焦點 轉移了去 第二個方向 現在的方向 變成了 劉生 自己的私人問題 變成了到底 他跟 就是哪一個 有沒有復合的問題 較早之前 大樓亦發了聲明要澄清 澄清兩個人的關係 但是似乎結果 依然這件事 是纏繞著 最新的訊息 就是在明天 明天是1月3日 將會 在早上11點 向了傳媒 發出通知 要開記者招待會 交代事件 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加手動點擊 再加無限屋大法 即是無限巡迴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 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繼續向大家提供最新最快的時事分析 多角度探討 我們這一節也嘗試 去推測一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大樓早前就是被拍攝到 跟前女友呂麗君 現在的名字叫呂佩林 在銅鑼灣 王室堡廣場裏面 就是逛街 當時被拍攝到 大樓就是對一個 在商場上的男子 大聲責罵 影片曝光 跟著 有大量的猜測出現 說這個大樓和呂麗君 是舊情復仕 有消息說他們分開了一段時間 正在復合 這件事 正在不斷發酵 結果到了這個大除夕的時候 即是2022年的大除夕 大樓緊急發了澄清聲明 說大家只不過 是商業合作而已 並沒有任何的復合 但是 據說 發了聲明之後也好 依然 有大量的揣測 所以 只能夠 再向傳媒發通告 說要在1月3日 上午11點 再開記招 公開交代事件 最新公佈 的這個通知 內容就是 說劉聯雄先生日前發表公開聲明 周期 與呂麗君小姐的關係 作出澄清 但是鑑於聲明發出之後 各界仍然對事件 提出不少疑問 故此 劉先生希望親身 向公眾交代更多詳情 以及回應傳媒相關提問 要藉此 澄清坊間的所有推測 上一次的聲明 上一次的聲明列出了6點 我們可以從 上一次的聲明裏面的一些重點 嘗試去推測 發生甚麼事 甚至乎我們也有 大膽一點的推測 關於到底整個皇室保事件 到底是不是另有內情呢 聲明裏面當時 說呂小姐最近有困難 有事相求 但是避免小朋友受到 受到影響的關係 所以 達成了商業協議 於是當日 就是前往黃室保寫字樓 簽署 商業合作的交易 文件 當時並不是 一起去逛街 而是一起 坐 電梯 離開 第二點說這個交易純粹是商業性質 對這個 就是呂小姐 並不是任何財政上面的照顧 而當時的聲明也說近日媒體出現了網絡打手 故意散播謠言 誤導公眾 對她的家 造成了滋擾 我們有理由相信整個事件 就是呂小姐去找她 呂小姐 被傳出跟大樓伏合這件事 在財政上面 在 很多不同的關係 當中他們可能牽涉其他人物 使得這件事變得更加複雜 因為根據大樓上一次的聲明所說 說有人 是 為了 就是 一己私利 為了一己私利 輕風作浪 似乎 意有所指 似乎 有人是要利用這件事 繼續炒作 跟大樓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大膽的推測 到底整個皇室保事件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偶然來的呢 當然我們知道重點就是當日大樓罵人 但是我們再看當日的影片 回憶當日的事件 其實當日那條影片 的 發出 還有拍攝 還有一個剪輯 其實也有很多疑問 在裏面 除了拍攝到大樓 發脾氣罵人之外 當時為甚麼有人跟在他們的後面 清楚拍攝到大樓和呂勵軍 為甚麼會在 黃室保商場裏面 可以那麼容易 找到大樓和呂勵軍 然後就開機拍攝 剛好的角度 拍到他們 換句話說 事件有很多巧合的地方 而又剛剛好 影片拍攝完大樓上載 然後 就把整件事的前文後理 前因後果 彷彿像剪輯那樣 使得大家其實看不到 之前的對話 以及發生甚麼事 所以整件事 如果再去推測 你會發現 其實有機會這個男子 根本不是一個途人 所以整件事的 重點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錯了重點 現在看到大樓對於這件事 要澄清 但又欲言又止 也沒有澄清 當日到底跟這個途人有甚麼關係 當日的影片 根本不知道大家的對話的前文後理 有可能這個男子根本不是一個途人 這個男子會不會其實 就是牽涉了 在上一次聲明裏面所說 避免有人為了一己私利 興風作浪 裏面相關的人士 對上一次聲明的第六點 發出這次的聲明 迫不得已 避免他人 乘機招搖撞騙 其實說到這個地步 其實也說得很清楚 應該 是有人借著這次的事件 要招搖撞騙 從另一個角度再去說 到底當日拍攝這條影片 是不是一個刻意的安排來的呢 換句話說 有人知道 就是 大樓和這個呂麗君小姐 就是有回眠 當他們下來 從辦公室下去 樓下 的時候 製造了這個 在商場裏面的衝突事件 然後剛巧 有人 說拍攝到 當時的情況 從一個公關的手法去說 這件事 扮成是意外拍攝 然後 再發佈 再引起輿論 其實也未必是不可能 如果那個不是 劉聯雄先生 那個不是大樓 那個是普通人 當然 也沒有人會大廢周章 去做這件事 但是因為那個是一個富豪 這件事就變了 有這樣的動機 也有 就是所謂的經濟效益 雖然可能是大廢周章 但是可能得出來的 效果和效益 比想像中可能更高 當然我們這個是大膽推測 因為 可以知道的意知事實其實不多 只能夠從現在 聲明 以及要開記招 這些反應做出推測 到底是不是真的別有內情呢 其實 就要看明天的記招 我們這節只能夠 就著目前的情況 再去作出分析 以及推測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